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光临RN与阿LM频道 今天阿LM继续为大家分享荣玉义的演艺人生 上一集就和大家分享荣玉义的演出,就分享到1941年 今天就由1942年开始了 1942年,荣玉义只有一部演出,就是《逢门逼玉》 接着1943年就有两套演出 第一套就是《延段曲中》,她的角色就是《楚丽梅丽云》 接着一套《生死鸳鸯》 然后到1944年,都是只有两套 第一套就是《幽欢如梦》 第二套就是《齐侯嫁妹》 然后就1945年了 1945年有一套演出,就是《大地仪女》 然后就1946年,都是只有一套演出 46年歌斗就叫做《闪电姑娘》 其实都很厉害的了 由41年至46年她都有演出 因为当时是有战事的《日本侵华》 她都有演出,是相当之好 然后到了1947年,就多番演出 因为战事结束了 1947年的第一套演出就是《狼情歇耳》 接着就有一套《断腸凌眼》 接着就是《狐不归》的《夏卷》 接着还有一套《徐却无山不识云》 另外就一套《借尸还云》 她就扮演这个《寒耳荒》 1947年最后的一套就是《秋水依人》 接着就到1948年了 1948年的第一套劇 第一套劇就是《我若为王》 容若义就飾演《利云》 接着就是《情类种情花》 然后就是《天下苦人心》 她就飾演这个《何素卿》 然后一套《枯荣妻未归》 容若义就扮演这个《白青美》 然后就是一套《荡虎云归》 接着就是《曲中云短》 然后就到《神秘苦人心》 容若义就是做《何兵燃》的角色 接着一套《气迷姑爷》 她就扮演《黄素姑》 接着就是《孤儿救祖》 容若义就是扮演《张爱华》 仍然是《四九年》 《牛郎职女》 接着是《保育益情文》 接着一套《相依为名》 她就做《六嫂》这个角色 接着就是《叉里游地狱》 接着就是一套《三粮吸水》 接着一套《满天神佛》 满天神佛之后 就有一套《司马夫帝破》《蜜糖党》 这套是《侵探》片 接着四九年 还有《守德魂开见月明》 接着就有一套《咬碎灵芝》 接着就一套《孤儿女》 《孤儿女》里面 她就饰演《奴思》 接着就《淒梁子梅花》 接着就饰演《周不时》 接着就《相逢恨晚》 接着就饰演《秀闻》 接着就一套《客途秋恨》 仍然是四九年《黑妖虎》 接着就是四九年最后的一套演出 《六月飞伤》 接着就到一九五零年了 一九五零年第一套就是《梁冷艳》的上集 她就扮演《二两》的角色 接着就是《新茶花女》 接着就是《梁冷艳》的下集 接着就是《野花香》 接着就到一九五一年了 五一年第一套的演出就是《吳佳琦》 接着就到《第二夫人》 接着就是《难为了妈妈》 接着就有一套《花姑娘》 接着就是《海上女霸王》 接着就是《竹影赵云归》 这个《竹影赵云归》 就是一九五二年的作品 五二年就只有一套作品 接着就到一九五三年了 五三年又有《新唐八虎》《点秋香》 然后就是《千万人家》 接着就一九五五年 五四年就没有作品 五五年第一套作品就是《雪姑七友》 这套《雪姑七友》也挺好看的 接着就有一套《爱情三部曲》 然后就是《五六五七五八》 《熊玉玺》也没有作品 接着到五九年就有一套《人伦》 《青春乐》 一次就有一套《风雨幽懒》 到了1960年,首先第一套是《十大者》 然後是一套《棋虎》上集,飾演白王氏 然後有一套《連理之》,一套《神童琴空記》 然後是《瑞公主》,扮演《妖后》 然後是一套《可憐天下父母心》 然後是《江湖三女俠》上集,容玉依飾演《獨臂神尼》 然後有一套《青山紅粉》,飾演《阿芳母親》 然後是《棋虎》下集,仍然飾演白王氏 好,今日和大家分享容玉依的演藝人生 分享到此,暫時休息一下 喜歡這條片的朋友,請大家留言、點讚、分享 也希望大家還未訂閱我們頻道 請你多多支持,訂閱我們的阿N與阿娘頻道 下一集繼續和大家分享容玉依的演藝人生 今天就到此為止,拜拜!